在工商新闻方面要告诉您的是 南加地区有很多的餐厅雇主 近来都遇到税局劳工局的人员 带着警察还有翻译上门调查的情况 餐厅老板们都十分担心 也不了解最新的法律法规 对于餐饮行业的影响跟改变 华新保险于日前在华人聚集的 圣盖博尔湾还有哈岗 举办了餐厅雇主税务法律讲座 特别邀请到了杜惠丽律师和杨平会计师 为雇主提供新法新政的专业咨询 华新保险于日前举办餐厅雇主税务法律讲座 邀请到杜惠丽律师和杨平会计师 为雇主提供新法新政的专业咨询 华新保险有很多客人是餐厅老板 华人餐饮业从业者由于语言文化的差异 和对法律法规的不了解 在经营餐厅时会遇到很多问题 餐厅雇主也需要不断了解最新的法律资讯 确保餐厅合法合规的经营 很多我们的餐厅影业的朋友们 最近有很多问题 就是有税局或者劳工部找上门来调查 还有一些疑问 因为最近很多法律也在改变更改 所以我们今天找到了会计师 跟律师来做这个讲座 很多现在很多餐厅也是在收现金 那因为我们最近有听到 Franchise Tax Board正在查这些东西 或者有些特别的情况 是他们在调查说 是不是每个人都有上这些 Tax Form 或者有没有劳工法 有没有买足够 就是Worker's Compensation的 Insurance 所以我们今天会讨论到这些重点 那华欣保险在2月份也会有我们的 每个礼拜四的讲座 就是我们的Seminar for Business Owners 这个座谈会 那我们3月份也会提供 Sexual Harassment Prevention Training 所以希望大家如果有机会的话 来参加我们的这些讲座 CDTFA就是加州管收营业税的机构 然后对于餐厅业者 一些查账的情况 那么我们在报纸上也看到 最近常常有些中餐厅被查账 那么查账的原因呢 基本上是很多的中餐厅 对于现金上的收入 现金收入处理不清楚 所以造成很多的困扰 那么所以我们今天所要讲的题目呢 主要是针对一个 主要是我们要解释一下 就是税局是怎么去查 一个餐厅的账图 现在很多都是很大的数据 很多computer 他们的各方面都可以从数据里面 查到非法的经营 所以呢大家希望能 遵守新的法力 避免这个麻烦 华欣保险将于2月的每个星期四 在华人聚集的多个城市 举办企业雇主座谈会 面向各行各业 更加详细的介绍企业劳工法的变化 让加州地区的华人雇主 都有机会了解最新的劳工法 天下卫视洛杉矶采访报道 菜双劳工法的华人公司